打诈专法三读通过高额诈欺罪重判12年并克3亿罚金 立法院会12号三读通过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 溯源打诈执法部分 三读条文加重高额诈欺犯罪刑度 因诈欺获益达新台币500万元 最重可处10年有期徒刑 若获益达1亿元 最重可处12年有期徒刑 并克3亿元罚金 金融防诈部分 建立照会同业机制 当检测异常交易时 可照会同业查证确认相关资讯 提早拦阻不法金流 电信防诈明定 电信事业提供境外高风险 电信事业提供的国际漫游服务前 经查证使用电信人无入境资料 将不得提供国际漫游服务 数位经济防诈明定业者在知悉刊登或推播的广告 为诈欺广告或明显涉及诈欺时 应主动停止播送该广告 并将相关资讯提供司法警察机关 违反规定情节重大者 最重处1亿元罚还 选罢法修法蓝白侠人数优势罢免连数负身份证银本条款禁副二毒 选罢法近日成为朝野攻防焦点 国民党团12号将罢免连数需负身份证银本的选罢法条款 从报告事项抽出禁副二毒 表决处理时 尽管民进党团反对 但民众党团投下赞成票 最终蓝白侠人数优势顺利通过 此外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日前提出规范明代附中需纳入国安管制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但均遭蓝白联手封杀 郑文灿涉滩鸡押禁剑二个月确定高等法院驳回抗告 前桃园府长以辞海基会董事长的郑文灿一涉滩 历经两度交保跟裁 桃园法院11号撤销员裁定改为收押禁剑 由桃园警备车解送至桃园看守所 台湾高等法院12号驳回抗告 郑文灿积压禁剑二个月确定 高院表示何一庭认为郑文灿虽否认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 但是卷内相关证据可证 族任郑文灿罪嫌重大 林世杰遭枪杀专案小组高雄逮捕一犯征询离清中 台南市区迂会理事长林世杰八日清晨要外出爬山时 在住处门口遭男子近距离连开树枪送医不治 专案小组前往高雄市人武区 男子区埋伏 12日下午五时许先在人武区攻坚逮捕27岁张姓口罩男 逮捕处一世张男常住处所 专案小组再转往男子区张男住家搜索 晚上八时许带回台南市警局第六分局 目前无法确认该男就是枪手 也不排除有其他共犯 分科测验首日考物理化学术假生物试题一次看 113年度分科测验12号登场首日考科为物理化学数学假生物 物理科取材实施俄乌战争低轨卫星花莲地震101组尼契入题 考生认为非选题偏冷门需复杂计算 化学科试题取材结合生活与环境永续一题 如碳捕捉技术的发展升值柴油的制备等 不教解题团队认为今年非选题难度比去年简单 与111学年度比较接近 数学假除了测验数学知识 也结合生活情境应用 教师分析 非选择题材引导是命题 有浅入身 可鼓励学生动手写的意愿 生物科试题结合实事与科学新知 跟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相关的邦克裂酸 基因编辑改造技术等入题 入围教师认为 试题由意志难 整体难意适中 太平洋高压增强 今日各地高温大台北中南部防局部大雨 中央气象署指出 13号太平洋高压增强 午后雨是较12号明显 尤其大台北地区跟中南部等有局部大雨 温度方面 各地普遍可以达到摄氏32度到36度 尤其大台北盆地 中南部跟内陆近山区跟花东山区 可能达36度以上 14号到19号各地多云道晴 午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要留意降雨 国军仪队7月15号起撤出中正纪念堂同项大厅训练展示一致民主大道 文化部12号表示 为落实中正纪念堂转型正义任务 决定调整中正纪念堂国军仪队执行礼兵卫少勤务执行方式 回归巡查训练及维护场域安全的任务目的 撤除原先于同项大厅的战绍任务 为兼顾民众共同记忆 以及民众对中正纪念堂的使用者习惯 仍维持国军一队演练 演练场所移至民主大道前方中正纪念堂户外台阶前的宽敞大道 高雄茶货11.4顿过其肉最久于14年流入四饭店卫生局开罚840万元 高雄市卫生局12号指出 某冷冻食品公司贩售过其肉品流入洲际酒店连上大饭店台旅新兴区月平等四家饭店 茶货的与其肉品包括猪肉、鸡肉、鸭肉、牛肉、鹅肉等 总共封存11.4公顿 除了各式肉品外 也有废料、下饺肉 其中过其最久的品项为鹅肉 茶货点67公顿 部分效期为2010年5月8号 已过其14年 卫生局表示 加重财阀贩售业者新台币840万元 台湾旅客入境泰国免签7月15号起停留时间增至60天 泰国内政部长12号正式签署公文 来自93个国家和领域的旅客 7月15号起入境泰国免签可以停留60天 包括台湾 为持续刺激观光及吸引更多人造访泰国 泰国内阁会议5月底通过多项新的签证措施 指出6月起是用免签入境泰国的国家和领域 从原先的57国再增加36国到93国 这些国家的旅客最常可停留60天 但泰国政府宣称的6月上路并没有实现 内政部长12号才正式签署公文 拜登记者会誓言选到底力薄劝退声浪称 准备好与中俄打交道 美国总统拜登因6月底的辩论表现不佳面临换灯压力 他11号举行记者会 展现自己人具备灵活与能耐来击败前总统川普 记者会问答期间拜登人出现一些口误 像是把副手贺锦丽与对手川普两人名字弄混 在被问民主党内要他退选仪式 拜登也再次拒绝 表示会参选到底 在各界质疑拜登未来是否仍有经历面对 俄罗斯总统普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拜登也历程自己仍有与这两名领袖谈判的能耐 称准备好与中俄打交道 到开箱老照片 全国青年棒球决赛美和队夺冠 屏东的美和中学青棒队在1989年至1992年连续 四年代表我国参加世界青棒锦标赛 拿下三座世界冠军 1976年7月13号全国青年棒球决赛 美和队以6比2击败上届优胜的华星队 夺得冠军 本次决赛独称九局的王牌投手便是 后来成为台湾职棒传奇总教练的徐申明 他曾是台湾职棒最多胜场数的教练 在职棒赛场上赢得715胜的记录 直到2017年才被时任 Lamigo桃园队的总教练红一中超越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装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